梁朝偉1982年加入《無線》第十一期藝員訓練班 曾主持兒童節目《430穿梭機》 更與劉德華、苗喬偉、湯振業和王日華被封為五虎 極受TVB重視 拍過《鄉城浪子》、《綠鼎記》、《新澤師兄》系列等劇集 於1990年離開TVB 投身電影圈發展 去年成首位華人演員郭惠尼斯影展頒發 《終身成就金師獎》 梁朝偉駐日8天出席理財活動 表示因為廣告是由他信任的幕後班底負責 於是參與時次廣告拍攝 更透露未來計劃 梁朝偉表示有很多人找他拍戲 不過有很多劇本需要閱讀 又直言自己已進入演員生涯的最後階段 希望可以實現自己的想法 在自己控制之下 因此計劃擔任電影監製 趁著挑選導演和班底 但他就說自己正在放假 相信最快要到明年夏天才會實行 去年 梁朝偉接受訪問時 曾直言有意再拍電視劇 不過被問到會不會反TVB拍劇 他就霸氣回應自己無端端反去拍什麼劇 再補充指看情形並透露TVB沒有邀躍 更指現在有很多可能性 可以拍美劇、日劇、韓劇 幾乎什麼劇都可以拍 又只會看工作時間 劇本及合作隊自己是否喜歡 梁朝偉至今仍無改變這個想法 昨日與活動被問到相同問題 表示要看情形而決定 余文樂一度是潮流男神兼片藥不斷 2017年 樂仔和皮帶大王千金黃銅雲結婚後 減少幕前演出 這段期間太太為他誕下一仔一女 照顧家庭意外 余文樂承認幻想驚恐症 在人多的地方會感到焦慮 休息多時的余文樂終於有幕前工作 就是為TVB綜藝節目與天地對話到澳洲參與拍攝 余文樂過去甚少參與大台節目 今次破例他說導演組很厲害 因為說服到樂仔經理人公司 余文樂說 今次節目的拍攝為期十二日沒有那麼急趕 可以慢慢來 但只得他一個人主持 樂仔承認近年因為身體狀況少了工作 但近期已經開始復工 工作都排得密密碼碼 早前余文樂在IG發文指自己病後 手到再潛水 但中途遇上驚恐症發作 嘗試克服後 未有好轉只好無奈上水 樂仔就未有透露今次去澳洲 會不會在大堡朝下水 汪明荃娜姐將於十一月舉行紅館演唱會 近日積極為歌唱宣傳 日前為陳志雲YouTube頻道擔任嘉賓 訪問足足長達一小時 期間 陳志雲提到有網民指汪明荃 阻住後生子女上位 汪明荃顯得愕然並否認 此每個年紀都有各自做到的事 訪問中 陳志雲問到汪明荃有沒有考慮退休 汪明荃直言有時累得愕時都會想糾下 但都是休息一陣 表示想學以致用 我學了那麼多東西 我如果不做米浪費 做甚麼浪費那麼多時間去學 而且我想證明每一個年齡都可以做些不同的事 陳志雲就讀出網民留言 這裏留言區都有人說 哎呀,好心給些年輕人做啦 汪明荃則回應指自己不會阻礙年輕人 我沒有阻礙到他們 年輕人又做不到老的 逐指是因為他自己個樣子生得老積穩重的 有些演老年角色,假到死 我會阻礙誰呢?不會的 老那些跟我一起老的啦 及後,汪明荃透露飾演1980年劇集《驚華春夢時》的年齡 我想都是四十幾歲啦 實為三十三歲 令陳志雲笑言 你別妨礙咯 四十幾歲做十幾歲 汪明荃回應指其實自己四十幾歲 才剛剛學會演戲 認為經驗需要時間累積 你猜現在講而已呀? 十八歲就做 更表示現在很多年輕人經驗不足 現在入行馬上叫他們做戲 做主持 你什麼都未學 汪明荃的言論引起網民討論 部分網民認為 稱為汪明荃應該要退下來 不要花錢看他 唱來唱去得那隻 埋美還要找潘狗 阿姐應該一早就要退休啦 你還說開演唱會 記憶力差了 國語又不懂說 人生都七十七啦 中金吾化 智雲講得對呀等等 不過都有部分網民表示 欣賞汪明荃 指她是香港娛樂圈的典範 汪阿姐十年如一日的真誠 一點活變 阿姐紅中一世 永不與時代脫節 與時並進 並不續吐 欣賞她的努力和認真 阿姐好靚好有智慧 我由三歲至今都敢喜歡阿姐 又靚又敬業好值得尊敬 欣賞她的專業等等 一向最敢於創新的天王黎明 再有新搞作 黎明今日九日 推全新歌七十二變 兼發布MV 如果往幾個MV一樣 黎明並未有現真身 今次更以全AI製作製作 片中她化身各種經典角色 以曬扮鬼扮馬 完全零扭爆 讓歌迷非常驚喜 今次七十二變 再到早來臨日希填詞 主題講願為大家七十二變 化作任何角色守護對方 一開始已見到黎明化身漫畫 火影忍者的角色 猶太子 之後又有劫後 重生中的湯漢師 孫悟空 共富包租婆元秋 阿拉丁中的燈神等等 此外 還有黎明自己的經典作 《賭神三之少年賭神》 《甜蜜蜜》 《小君》 都在MV中透過AI再度重現 《休喜粉斯門的回憶》 獲網民大摘 陳嘉佳 《細細粒》 近年轉戰內地 擔任吃播主大貨闖出名堂 高峰時期曾一萬賺800萬 體重高峰期曾達287磅 不少網民都替他健康感到擔心 去年因健康響起警號而積極減肥 信心大增的他 在社交平台戴上泳衣 吊帶衣 及住婚紗的照片 近日 他再次在社交網站上載影片 不過身形就好像比之前漲了不少 在10月1日國慶日 不少藝人都有上載影片慶祝 當中包括細細粒 他以《給我的祖國》 給一個心偉提出PO 上載影片及留言 怨山河無漾,觸繁榮昌盛 國慶祖國萬歲 影片中的細細粒摘上丸子頭 鑄上黑色年身裙 他念步五官和瘦了的時候差不多 不過身形看落就好像翻漲了不少 早前細細粒拍片指自己處於糾結狀態 直言考慮想變肥犯 我想半回去,半回一百八斤左右 然後就是很多人說 我受了很憔悴 但我覺得我受了以後很精靈 然後就有很多說 還是覺得胖胖的我比較好看 可愛,比較有特色 逐止減肥頭三個月感覺好痛苦 但過了之後就不痛苦 細細粒還說減肥令他改變飲食習慣 現在都不會飲動東西 並對自己減肥成績般滿意 不過就糾結應該肥犯還是再極端一些? 真是瘦到一百一十斤 市放鑽好 有名人趁機下放壽期下物業 近日市場出現一間罕有豪宅放盤 由以故島王河洪女兒、河超訪的前夫、河志堅 及相關人士持有 物業的前身是以故巨星鄧麗君的香港故居 物業位於赤柱街尾道18號 是一間豪華獨立別墅 實用面積達7295平方尺 扶設的花園及庭園分別為2453平方尺及381平方尺 別墅樓高四層並設有地庫 地下為客廳及飯廳 一樓及二樓每層都有一間主人套房及兩間客房 二樓主人房更富有大型露台 准向開揚南區海景其他設施包括升降機、全海景天台、游泳池、花園及雙車位停車庫等 這間外觀現代化的豪宅原子是一間舊式別墅建於1953年 以故華人天后鄧麗君於1988年以700萬元購入 成為他在港時的居所 直至他於1995年世世為止 鄧麗君故居外牆為粉綠色 獨特的半圓露台是其標誌性設計 室內的裝修及家具製 以鄧麗君喜愛的粉紅色及紫色為主 一樓為工作及現客之用 設有書房、連歌室、化妝間、客廳、飯廳及廚房 以樓則是私人空間為主 設有主人房、客房、浴室及衣務間 鄧麗君勢勢後 故居及屋內為物 轉交鄧麗君文教基金會管理 由於別墅日久失修 加上交通不便、配套不足等因素 促使基金會決定將別墅放售 物業於2000年對外開放參觀 為期一年 2004年何超鳳與丈夫何志堅 以3180萬元將該物業購入 其後拆卸重建 最終於2020年落成 二人於2016年離婚 現時由何志堅持有及放售 代理指參考市場最新成交赤價計算 此物業市值約5.9億元 赤價約8萬元 國際影后張曼玉雖然年屆60 狀態依然滲養 近年深居簡出的他 昨晚8天低調在上海舉辦的時裝騷 見他新穿全黑套裝上場 配戴銀色項鏈作配色 並將長牆售法綁起 雖氣得來也不失優雅氣質 依然存著他出色的氣質和美貌 現場他表現興奮 隨著現場的音樂擺動身體 狀態極佳 同場還有內地人氣女星巡艦 見他身穿貼身展裁長褲 配上真皮長布展示美態 一雙長腿相當搶焦點 而國彩傑也有現身時裝鬍 身穿點上鬆身上衣和闊身展裁牛仔褲的他 襯上尖頭高跟鞋 達顯出他時尚的品味 而鍾楚喜則與張曼玉用粵語不斷交談 交情看來相當要好 即作成為熱話 曾經是TVB兩大花彈的陳廟英和向海藍 非但沒有因為爭上位免阻阻 一起拍過劇集《毛頭東宮》的兩位私底下 甚為老友不時都有聚會 近期向海藍為音樂劇 《我們的青春日誌》飾演校長一角接近尾聲 陳廟英和毛頭東宮兩位演員 奧家年及到大偉一起去看向海藍的演出 向海藍之後在Fox 社群發文 借借喵N我兩位王儀 對了 奧家年及到大偉劇中飾演陳廟英和向海藍的仔播 難怪是王儀 52歲的陳廟英看來好似無歲月痕跡 簡直與當年在電視看見一樣那麼美 陳廟英和向海藍都是港姐出身 陳廟英後來離開TVB轉頭商界 現時是集團CEO 向海藍同樣藝然退出幕前 曾經轉型做OL 近年重返幕前 並經營珠寶及寶建品生意 《毛頭東宮》可以說是陳廟英和向海藍的代表作 2002年推出時被安排在炮灰黨農曆年播出 但是好劇有好報 收視最高錄得37點 陳廟英更成為當年時候熱門 但因為陳決定離巢而未有風後 向海藍早前在Yoku娛樂圈娛樂訪談中提到 《毛頭東宮》是由一班被冷落的人湊在一起 還爆陳廟英當年頂得很辛苦 但是向海藍說《毛頭東宮》拍得很融洽 而且事隔多年都還有觀眾記得 令他很開心 唱作王子馮允謙一份記去年紅館開Show後 今年再搭紅館舞台 昨晚9天他在紅館舉行一連三場 A soundtrack of my life 馮允謙演唱會2024 他除了獻唱多首經典作品外 更努力唱跳 還自爆猶原先跳一首歌 變成跳了一段Natalie 認真厲害 至於嘉賓方面 Jay Fun就邀請到Martha Kohler擔任嘉賓 Martha大露背性格現身 還和Jay Fun合唱All That I Want 一開場Jay Fun先以尋找隱世巨星 Nude及入場人士注意炒熱全場氣氛 緊接唱出多首個人經典情歌作品 好像是報復式浪漫 Me and the Moon 等等 以唱作情歌王子形象示人之後 這份譯透露其實很擔心和緊張 擔心些票會買不出 同時他也向樂迷表白 當中有這麼的選擇 你們都多謝支持馮允謙 Thank you 時間過得很快 沒有人知將來會怎樣 我都不知下次再搭上紅館是幾時 無論怎樣都好 這個畫面我怎樣都會記住 Because 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 之後Jay Fun就唱跳一系列歌曲 展示不一樣的自己比歌迷 而他也搞笑透露原本只是跳一首歌 之後因為排舞師鼓勵 覺得他做到可以跳多些舞 所以就向觀眾呈現唱跳medley 嘉賓方面 頭場Jay Fun請來Color成員Marv Marv以大露背造型現身 非常吸精 兩人曾經兩度合作 包括合唱Order IWN 而Marv最近推出的新歌 《心好勢》都是由Jay Fun有份打造 Jay Fun透露當時Marv參加《全民造星4》的時候 就已經寫了這首歌給他 結果兩年後終於可以成功推出 去到演唱會尾聲前 Jay Fun播出一段他的自白 透露自己的創作 是將感受的帶給觀眾 給觀眾可以進入他的內心世界 至於今次演唱會 以The Soundtrack of My Life 命名 Jay Fun就解釋今次選曲 包含很多自己或很喜歡的作品 表示 希望有一天我自己的歌 可以成為你們的 Soundtrack of Life 希望我的歌可以繼續陪伴你們 希望每一天都可以給到你們力量 最後一部分 Jay Fun現唱會再見的 給缺席的人唱首歌 及在最好的時間做最好的你作結 在唱會再見的的時候 屏幕播送多張舊照 而Jay Fun也一度耿然 南團MIRROR ERROR 廖子瑜 余香瑩 蒙家慧 王浩然 及鄭君豪等 今日八日 到會展出席電視台節目 巡禮MIRROR 日內將開工 拍攝一個有關食物的節目 對長 勒問楊岳敏 表示今次工作人員相當神秘 暫時未知形式如何 講到廚藝 他們手推AK江生 直指他煮的意粉 好吃到甜甜來 當被問到誰最賊得時 姜濤大方笑月 我咯 你喜歡吃點嗎? 食兄弟煮的東西 當被問到 於沾沙咀街頭圍觀 中年好聲音淘家瑤唱歌 結果被粉絲發現 後來個華麗轉身 姜濤表示 覺得他唱歌好聽 知他是誰 現場有介紹的 為何走得這麼急 因為真是時候要離開 我覺得最緊要 大家都支持香港歌手 猜不到這麼多上新聞 至於日前未有擔任 MIRROR兄弟與COLOR幾位成員的聯城演唱會嘉賓 反而請假飛往台灣 姜濤只簡單表示此行公司兩忙 至於日前想再挖沙相 他澄清自己沒有生病 只是定期作身體保養而矣 Anson Lo 盧漢廷文言 亦點頭表示 好像我們跳舞跳得多 都很容易弄傷身體 之前我條腰有事都去了拔冠 另外 Edan雷雀安 緋聞雷又林明晶推出新歌 Unclown 9 歌名意思涉及求婚惹人遐想 亦有網民覺得名字騎呢? Edan不欲多言 只淡然回應 我沒聽過 亦都沒給意見 什麼出了歌嗎? 羅家英說你口才好 看好你追賭女神 她厲害過我 追賭阿姐汪明全 Frankie陳瑞輝與女友的感情 早前鬧得軒然大波 問到如今是否依然感情穩定 她點頭表示 是的 不過接下來會集中火力 做好些工作先 至於憲陳卓言 被傳演唱會會有Part 2 她坦然暫時未有確實消息 MIRROR慶祝成軍六週年 今年11月舉行MIRROR 6 Anniversary Fan Meeting Mapping the World見面會 現場與MIRROR展開一場華麗大冒險 MIRROR成軍六週年見面會詳情 日期 2024年11月10及11日 星期日及星期一 時間 8點15分PM每場約1.5小時 地點 亞洲國際博覽館HENA MIRROR成軍六週年見面會票價 1080美元880美元580美元 MIRROR成軍六週年見面會 扣票詳情 持有2024年MIRROR會席才能扣票 在10月9日 每位持有有效2024MIRROR會席之會員 都會透過聯絡電郵收到MIRROR專屬代碼 及指定扣票網站連結 MIRROR會員可以先登記成為HK Ticketing會員 到10月18日上午10時起 便可以登入HK Ticketing指定網站連結 憑MIRROR專屬代碼購票 每個MIRROR專屬代碼最多可以購買4張門票 MIRROR 6 Anniversary Fan Meeting Mapping the World見面會活動內容 MIRROR為MIRROR帶來舞台表演 MIRROR成員將進行競技遊戲 全力Dato MIRROR可謂MIRROR全力應援 打氣爭奪最終勝利 每位入場的MIRROR將獲贈MIRROR六周年Fan Meeting 紀念禮品包一份 已故天后梅艷芳包輕梅啟明 日前宣布將會和太籍女友 抓仲美美美結婚 並將於本月十日星期四舉行記者會公布詳情 梅啟明更表示希望聯絡到 以她絕與她接觸的梅媽主持婚事 梅啟明宣稱已經和馬來西亞的第二任太太Joy離婚 更只是Joy找法媛處理 Joy回應傳媒時聲稱 她和梅啟明根本未有離婚 只是向法媛查詢 梅啟明隨後就說Joy去法媛到查詢 即是申請離婚 又指雙方這五六年無在一起 但要留到星期四 記者會先交代有沒有和Joy正式離婚的文件 梅媽近年甚少露面 不時為梅媽傳話的傳媒人潘小敏 昨日在直播節目代梅媽報平安 指梅媽得到適切照顧 而且刻意避開梅啟明 潘小敏傳述梅媽對梅啟明再婚一試看法 指梅媽不知梅啟明迎娶咪咪 亦不想再見到個兒子 潘小敏提到 梅媽認為梅啟明開記朝當日 10月10日 簡證梅艷芳生計是要搞事 為此好不高興 潘又指梅媽過去已經拿完手上金色 給梅啟明用來打官司 梅啟明想再拿禁氣結婚用的話 梅媽不會理她 潘小敏指梅啟明即使開記朝 梅媽不會出現 而且不會幫她擺走找數 潘表示梅媽已經對兒子死心 亦不想生活再受滋擾 潘小敏又爆梅啟明過去為了問梅媽拿錢 破壞家中所有門鎖 梅媽搬走之後 梅啟明就去屋苑炒鬧 潘更警告梅啟明 不要再拿梅媽做新聞 在網站播出《Doyscation 2》第一集 便處安排了十位互相素未謀面的參加者 上船進行首次會面 並派出不同的隱藏任務要各人完成 藉此促進大家互相認識 而對於今次這個節目 邊處表示會集中討論多些同志之間的相處 以及如何為一段同性戀關係 因為自覺這也是一門學問 很值得探討 當日率先到達的是今年25歲 從事動育店店長的Kendrick 在其愛情世界中 Kendrick 自稱比較偏愛高大 想保護自己又或者想要自己保護的人 而第二位到場的是35歲 從事數碼媒體公關顧問的Ivan 被Winch認為是搞笑能守的Ivan 一心以為他的出現能帶起話題 怎知當他面對Kendrick 時 兩人卻相對無現 氣氛非常尷尬 Winch也只大跌眼鏡 第三位則是在澳洲居住 今年44歲 從事企業策劃顧問的Anthony 少稱自己食仔無數 被人改了化名為人欲流動車輪機的Anthony 被Winch指他喝酒後會完全變成另一個人 而現場所見Anthony喝酒後發出的魔性韶聲 確實令整個氣氛輕鬆很多 第四位到達 今年26歲的伊賓 隱藏任務是要稱讚其中一位參加者的伊柱品味 而同時間對方也要稱讚自己 對於從事時裝設計師的伊布萊說 這個任務可謂易如反掌 Ivan 狠快便主動稱讚伊賓的服飾 極速完成任務 而伊賓回報的笑容 同時也幫Ivan完成了任務 原來Ivan 的隱藏任務 是要令至少三位參加者對自己怒此笑 第五位到場 今年35歲的Kevin 是一位藥製師 也是藥廠副總監在場的四位參加者 一看見高顏值的Kevin 異口同聲表示對Kevin最有好感 就連接著第六位到場 29歲從事健身中心創意及營銷經理的Jason 也聲稱Kevin熱情的跟他攀談 令他特別有印象 而第七位到達 今年34歲的專隊調香師Stone 也覺得與Kevin比較合得來 希望可以再進一步認識 對於Kevin獲得大家一面倒的垂青 製作組也禁不住笑稱 節目可以改名做 Kevin和他的男人們 第八位參加者Tiler 今年24歲 是一名醫生 他到部後看見Anthony和Kendrick 悍悍而談的樣子 一度不以為兩人是節目主持 還笑稱 以為Vinci這次不是做主持 第九位29歲現職理財顧問的Laurie 坦然自己之前喜歡的人全部個頭都很大 以及大部分都大眼鏡 所以第一眼面對有大眼鏡的Ivan有好感 果然是名副其實的眼鏡控 最後第十位參加者是來自廣東清遠 今年20歲的美術是大學生Kirk 從來沒有抗拒自己是同性戀者的Kirk 認為國內和香港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差別不大 大家也不介意同性戀 面對活潑精靈的Kirk 其間又整鼓作怪嘟嘴 完全放下偶像包袱 嚴明熙這支傳因不續約而被無線雪藏 無奈之下只能借助社交網令自己面完全消失 前日基珠便再次發功 在限時動態轉載為兩位好朋友慶生的照片 只見他穿上睡衣素顏是人之餘 更低炒嘟嘴自拍玩自黑 完全放下偶像包袱 而其好朋友也有曬出GG精心炮製的蛋糕 買上十分精美 引來不少網民大讚他原來是整餅高手 南團敬團節目披經斬擊4來到第六集 節目組為即將舉行的第五次公演 重組各大部落 李克勤部落在保留員組隊員的同事 升級為七人陣營 加入胡夏 傅新博及井龍三位新組員 在其中一個打電話問觀眾環節 要在不能說出自己名字的情況下 讓觀眾猜出他的名字 克勤火力全開 雖然過程爆笑 但仍獲得最後勝利 隨後 節目組舉行了一場觀眾喜愛調查熱線活動 透過電話邀請觀眾到現場觀看節目 各陣營的哥哥扮演熱線接線生 哥哥要在不能說出自己名字的情況下 讓觀眾猜出他的名字 該位哥哥便可獲得一個火焰貼紙 黑勤首先出戰 對方的電話鈴聲是他的歌曲一生不變 觀眾接電話後 黑勤便悅 我們不可以說我是誰 但我聽到你電話鈴聲是一生不變 是不是呀? 然後又悅 搞定 其他隊員立即喪嘯 電話又再撥通 黑勤又向電話觀眾語 我不可以透露我的名字 但我是唱紅日那個人 觀眾已久久回到 你是李克勤 李克勤老師 黑勤又再獲得貼紙 最後 黑勤獲得十二張貼紙 除了是自己陣營中最多 更是整個節目獲得最多貼紙的哥哥 認真厲害 Yahu娛樂圈 Yahu娛樂圈 更新日期 2024年10月8日以下午4點25分 吳若熙封自己絕世好老婆透露幫老公買七人車 喜歡車幾多個女同事都沒問題 吳若熙封自己絕世好老婆透露幫老公買七人車 喜歡車幾多個女同事都沒問題 吳若熙專利與老公何少洪在2017年結婚 欲有一致一女 雖然經常曬恩愛又媽住出席朋友聚會 但吳若熙經常公審老公 早前吳若熙不滿老公突然積極車女同事反攻 於是連發四貼公審老公 當中包括對話截圖 更指 其實呢 女人你是好敏感的 你隔起條尾都已經知道你會做什麼的 還叫老公不要被人拍到 然而近日吳若熙遺章詞號ESKA網上節目 ESKA持放擔任嘉賓 除了叫ESKA除三之外 更重提老公在女同事反攻一時 吳若熙與ESKA於節目上烹調菠菜卡邦尼爾粉 二人講起第一次接觸是 在TVB校園劇集《青春本我》 吳若熙提到第一次對ESKA有印象是 因為二人屬同一個經理人 當時經理人叫他選一個人合唱 於是吳若熙在眾多人選中選了ESKA到節目尾聲 ESKA問起吳若熙對上一次公審老公事件 吳若熙指他們長期都是這樣 我們長期都是處於吵架 離婚和被離婚的階段 逐指每次吵架都是認真 笑言 我們不是玩 我們每一次吵架都是認真 哈哈哈哈 吵架是一件很認真的事 但是九成時間其實我們無吵架 聽到ESKA不知怎回應 吳若熙又指每次討論都是激烈 每次溫柔給建議老公不要這麼做 但對方就會發脾氣 表示自己當刻生氣都很正常 不過他又暗招 想反轉頭覺得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友善的人 我現在在家製了個獎座給他 有他的樣子就是表揚他成為一個最佳好老闆 好像對上一次他很想車女同事反工那樣 可能以前我不明白 但是我現在明白 其實老公是需要support 他既然覺得這件事這麼對的話 我們更加要給一個很大的獎勵他 讓他記住你做這件事是對的 希望全世界都稱讚他 真是好好啊 為了激烈老婆 堅持車女同事反工 這件事無得頂 ESKA問到吳若熙會否給更大空間 老公去做他認為對的事 吳若熙直言一定會 還透露幫對方買了一部新車 那輛七人車來 那麼到時他喜歡車多少個女同事都沒有問題 我真是絕世好老婆 ESKA聽完之後除了笑 還表示要定定鏡 由周星馳自編 至到自演的電影《笑臨足球深入民心》 除了周星馳 趙薇、吳孟達、黃一飛及田啟文於戲中飾演的角色 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於開場及片尾出現 演繹踩到香蕉皮後表情浮誇的女生也成為經典 這位女生原來是當年於海選中千挑萬選出來的聲女郎李偉 當年周星馳舉辦海選公開招募演員 當時僅18歲的李偉於幾千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並簽約周星馳旗下聲輝公司 不過李偉僅於笑臨足球開場及片尾出場 就連角色名都沒有 令不少人大感震驚 有指周星馳當時於片場不滿李偉表現 指他一場踩膠皮扑低的鏡頭都拍足兩天 因而將其氣氛大減 雖然李偉為周星馳親手發掘的首位旗下女藝人 但簽約八年期間作品寥寥可數 曾出演少年包青天意、甜詩詩、功夫狀元等等 李偉於2014年選擇退出演藝圈 近年轉型做網紅直播主 曾於微博個人簡介自嘲過氣聲淚朗的私生活 現時粉絲人數已達25.4萬 歌手吳葉昆早前加日夕太太奔口愛子勾遊過二人世界後 早前已回港準備投入新工作 不過未開工前 自知在旅程中狂食狂玩下 幸福肥愈積愈多隨時便由你大叔 所以最近宣布展開每日健身計劃 想在身處健身室的照片 更設下減磅目標 立志成為最有型人夫 老公努力減肥 其太太愛子則努力學做香港人 近日有網民聲稱在屯門黃金海岸附近 牛魚愛子漏狗 大讚她素顏漂亮過上妝 而日本女性一向注重而用 至少習慣化妝後才出街 不過現時愛子肯以真面相見人 似乎她已開始適應港女崇尚自然的生活模式 隨打扮方面有變外 原來口味也日吹地道化 她和老公返港後 就立即光顧茶餐廳食物丸 肉丸及牛腩粉 可見她真心喜歡香港 慣家文靠文於TVB節目 福禄受訓練學院終極對決 女扮男裝以譚輝治唱屈到輝治病了 神幻原中年好聲音二 雅君譚輝治 無論表情 無止?唱劃都模仿到其微妙微笑 令觀眾極為深刻 近日慣家文於社交平台PO出 扮演周星馳電影島性經典角色 以夢的造型照 再次引起話題 慣家文於社交平台分享數張 扮演周星馳電影島性經典角色 以夢造型照 就連譯下的字大細都跟到足 寫道 以夢傳奇 究竟我是張敏版還是吳君如版? 不少網民留言大讚關家文 再次扮東西 扮到神幻原當事人 又來 幾靚 窩 又真是似窩 扮什麼似什麼 厲害 超美女神Carmen 這麼索 當然是張文版的 以夢等等 藝人林寶玉都有留言 扮什麼似什麼 怎搞呀? 不過都有網民叫關家文 不要再醜化自己 不要醜化自己啦 你怎麼都是一個美女 關家文以女子組合編部隊長身份 於2016年出道 2020年參加ViuTV選秀節目 《全民造星II》雖然20強 入10強時止步 但擅長在歌在舞的她 仍吸納了一班支持者 成功彈起 不過 關家文之後宣布簽約小事 她於接受媒體訪問指 ViuTV和她合談合約 並指自己說不到事 同時尊重經理人公司 幫她做的決定 直言對網民說她反骨 及unfollow感到不開心 覺得分開這麼看 不是不好 但為什麼我是《全民造星II》做得好 你們會支持 但當我去到另一個台 你們會覺得我很差 這件事令我最不開心 好像抹殺了我的努力 關家文加入小事後 接二連三得到劇集演出機會 包括你好 我的大夫 愛 回家之開心速遞 隱形戰隊 《逆天奇案》等劇集 《樂壇小天后》 嚴明熙 因合約問題工作量大減 唯有靠社交平台補人氣 他以睡衣錄為好又慶生 其間又整鼓作怪嘟嘴 完全放低偶像包袱 嚴明熙這支傳因不續約而被無線雪藏 無奈之下只能借助社交網令自己面完全消失 前日機主便再次發工 在限時動態轉載為兩位好朋友慶生的照片 只見他穿上睡衣素顏是人之餘 更低炒嘟嘴自拍玩自黑 完全放下偶像包袱 而其好朋友也有出GG精心炮製的蛋糕 買上十分精美 引來不少網民大讚他原來是整餅高手 今天East the Day劉德華巡迴演唱會2024 RUN2澳門站四場演出 昨晚六日圓滿結束 現場氣氛澎湃大家都捨不得離場 且不停向華仔互派心心 而專程到澳門捧場的王一華 苗喬偉、斥美真五虎又好 也被華仔的動聽歌聲陶醉起來 且聞歌起舞整個晚上又唱又跳 華仔完成澳門四場演出之後 連之前內地三十六場演出 總共完成了四十場表演 每一場樂力的演出 都令觀眾意猶未盡 連五虎黃日華三哥苗喬偉、三嫂、斥美真 也被華仔的歌聲吸引著 不管快歌萬歌也盡情逃入演唱會中 唱至快歌我恨我痴心時 三嫂與身邊的朋友高舉雙手擺動身軀、舞動起來 三哥和黃日華在座位上齊聲高歌 二屬能長的唱不整首歌 又如自己開演唱會一樣 十分捧場 三嫂表示因為要跟三哥返回加拿大準備與子女過聖誕 所以華仔十二月的演唱會不在香港 三哥剛剛自馬來西亞完成電影拍攝 趁隻空檔專程來澳門捧華仔的唱 先倒為快 三嫂更不忘讚嘆華仔的響亮歌聲說 華仔把聲真是開曬 好靚、唱得好好聽 三哥和黃日華二月以好一陣子沒有跟華仔見面 所以知道他澳門開秀 即刻相約捧他的 雖然身在包商的他們 未能近距離跟華仔打招呼 但兩人鬼馬的拍了一張 兩人跟正在遠處台上表演的華仔LED畫面三人合照 已靜到此捧場 且笑月我們三人有新的合照料 此外華仔在台上笑碎一段小插曲 我第一晚演出跟大家說唱最後一首歌時 有觀眾信以為真的竟然離場 所以之後兩萬我事先聲明 在台上說十七歲最後一首歌時切勿離場 因為大家一定要陪我封到底呀 關家文靠文於TVB節目福祿受訓練學院終極對決 女扮男裝以譚輝字唱《屈道輝字病了》 神話員中年好聲音以亞軍譚輝字 無論表情、舞姿、長項都模仿到其微妙微笑 令觀眾極為深刻 近日關家文於社交平台PO出扮演周星馳電影島 聖經典角色以夢的造型照 再次引起話題 關家文於社交平台分享數張扮演周星馳電影島 聖經典角色以夢造型照 就連譯下的字大小都跟到足 寫道 以夢傳奇 究竟我是張文版 還是吳君如版 吳小網民留言大讚關家文 再次辦事辦到神還原當事人 又來 幾靚 和 又真是像窩 辦什麼像什麼 厲害 超美女神Carmen 禁索 當然是張文版的 以夢等等 藝人林寶玉都有留言 扮什麼像什麼 怎麼搞啊 不過都有網民叫關家文 不要再醜化自己 不要醜化自己 你怎麼都是一個美女 關家文以女子組合編部隊長身份於2016年出道 2020年參加ViuTV選秀節目 《全民造星II》雖然二十強、一十強時子報 但擅長在歌在舞的她仍吸納了一班旗 支持者 成功談起 不過 關家文之後宣布簽約肖士 她於接受媒體訪問指 ViuTV和她合談合約 並指自己說不到事 同時尊重經理人公司幫她做的決定 直言對網民說她反骨及unfollow感到不開心 覺得分開這麼看不是不好 但為什麼我是《全民造星II》做得好 你們會支持 但當我去到另一個台 你們會覺得我很差 這件事令我最不開心 好像抹殺了我的努力 關家文家入小事後 接二連三得到劇集演出機會 包括你好、我的大夫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隱形戰隊》、《逆天奇案》等劇集 《TLTV》原創劇 《出租大叔》將於下週一、十四日首播 劇集講述一個在車行工作的中年大叔 於疫情後好景不常 面對人生低谷期間 蒙生了出租大叔的想法 且從中找回生活熱誠的故事》 劇集主演包括 劇集首播在職 ViuTV今天特意舉行記者會 要得一眾劇中演員 包括強尼、沈貞巧、陸俊光、張達倫、陳子豐、 邱仲偉、高漢敏、馮素波、陳家寶 以及何嘉莉一同出席為劇集宣傳造勢 會上各演員分別介紹自己飾演的角色 率先向現場觀眾透露劇集精彩內容 眾人更分享拍攝趣事 另外,鄧建明、Joey Tang更大悲目結他 自彈自唱劇集編頭曲《小火子》 監製湯浩俊、導演陳妍俊 以及編劇陳雅莉也有現身支持 許正雲、Angela日前於英皇娛樂期間 限定概念店靈異 Fact Concept Store 舉行簽名會 兼客串一日店長 吸引數百Fans 逼爆頭 Angela於產品上簽名時 有Fans 豪然 你簽多少 我買多少 認真豪氣 簽名會期間 Angela對Fans 的各種要求 如擁抱、比心、合照等 都一一滿足 最有趣的是 有兩名Fans 把跡影跡由相機交給Angela 他以為Fans 想他自拍 正當他舉機自拍之際 兩名Fans 立即糾正 你可唔可 我們拍照啊? 原來是想 Angela充當他們的攝影師 Angela隨即爆笑 兩名Fans 便站在 任由Angela帶頭的景板前 讓Angela幫他們拍照 為了支持Angela 不少Fans 於Concept Store 即場買下Angela設計的小背心 及劇目及他簽名 有年輕夫婦表示 今天是我和老婆一周年紀念 我和老婆一齊來一齊拍照 由一家四口 爸爸為七歲女兒排隊追星 有女Fans 向Angela表白一番 我十二歲開始聽你的歌 喜歡了你六年 今年十八歲 你已經懼了我生命之中三分一的時間 簽名會結束後 Angela移思到Concept Store 上層開工 客串店長Fans 們亦僅僅未除 當日Angela主要力銷她的香水及香薰 正當她於產品上簽名時 有Fans 豪然大叫 你簽多少 我買多少 Angela笑言 是不是真的 隨後Fans 們立即欠賞購買 Angela 跟幫忙收錢的店員均英折不下 最終產品全數受慶 Angela 帶貨能力認真強勁 1997年香港小姐冠軍雍家瑞 Virginia 當選沒多久 就閃嫁給她大二十年的商人烏有症 婚後育有兩子烏無環 Nason及烏無蜂 Casper 一家四口幸福美滿 現年五十歲的雍家瑞保養得宜 看來一些都不像已經入伍 絕對是動靈美磨女 近日她在社交網站 分享與樂壇天后鄭秀敏 Semi犯罪的照片 並透露媽媽在她年幼時 因逆玉正而離世 勝出香港小姐競選後 沒有留在娛樂圈發展的雍家瑞 不時在社交網站出KO與網民 分享生活點滴 而日前她就在社交網站 上載與Semi犯罪的照片 並分享二人對生死的看法 及罕有透露媽媽當年因患 逆玉正而離世 我跟Semi認識了一段不短的時間 我們不常見面 但是好朋友 我們在渣經班認識 所以會稱對方為姊妹 昨晚我們晚飯慶祝她的生日 雖然遲了一點 但是都不影響大家的相聚 我們談了很多 其中有談過對生死的看法 我的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世 當時她幻想了抑鬱症 最後因為這個病而結束了自己生命 當時的她只有三十多歲 很年輕 而我只有九歲 因為她病了一段時間 所以她出事我不是太大憤怨 當然有傷心、恐懼及生氣 但是這件事給了我最大的課堂 就是我會希望及盡力經歷 生老病死整個過程 希望自己可以活到滿面就紋 滿頭白髮才離開世界 甜的酸的苦的辣的都要經歷 我不會選擇只要甜的 各樣滋味我亦會擁抱它 戰鬥到最後一刻 人生沒有完美 那麼就擁抱不完美 之後 Sammy 亦有在下面留言說 你昨晚的分享 我很感動 Love you 而雍家瑞亦有回復 共勉之 Love you too 54歲李以紅與外籍老公於2004年結婚 並定居加拿大 欲有一子 逐漸減少幕前演出 專心相夫教子及任職精神科護士 不過李以紅強調自己無退出娛樂圈 並於近日拍攝電影《今天應該很高興》 飾演地產經紀 日前李以紅以一貫樸素風格出席記者會 野起網民熱議 李以紅為1994年香港小姐貴君入行 當年未卸任就被安排於當年台慶劇 《阿瑟祖神丹政女主角》 《雨黎明》《古天樂演出》 其後與戰與勇 先後出演衝鋒隊《怒火街頭》 《神偷蝶影》等多部電視劇及電影 亦因飾演1995年版《神俠女中國商》 一個被封罪美國商 李以紅日前與黃秋生、鮑喜靖、楊斯敏、蝦頭 出席在多倫多舉行的電影《今天應該很高興》記者會 他以白色T-shirt、牛仔褲搭配藍色塘裝兩上 旁邊更有個紅白藍小膠袋 一向崇尚自然美的李以紅當日也沒有多絲脂粉 此舉印發網民爭議 部分網民覺得李以紅真是老了很多 以及皮膚過得卜曬 不過 都有部分網民表示 好欣賞李以紅有展露真實狀態的勇氣 又指優雅的老去才是圓滿 其實李以紅一向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 曾多次於社交平台貼出素顏自拍照 大方展現面上雀斑及眼紋、頸紋 更值認皮膚瑕疵是因為更年期 李以紅有曾於2022年素顏接受李遠華 Hutu頻道訪問 直言自己平時懶得化妝和護膚 不會花錢打扮 我有懷疑是否要積極保養 But it's just my style 當時就有不少網民留言 大讚李以紅為人真誠 如同天使一樣 李以紅的美不是用化妝出來的 是內心的美 性格的美 真的擁有天使的靈魂 李以紅已超越了女神的層次 善良的心比美貌更重要 人都會老 年紀大了心態和健康才是最重要 李以紅是美麗的天使真善美 李以紅當年真是好美 現在雖然有A月 衛免Jer及Edan再一次被Anson Lo及姜濤遠遠離 似乎柳柳粉J粉絲稱及著士Edan粉絲稱 要加倍努力課金為偶像力畫面治療 江先生AK今晚以一身碎器萬禮服 延伸第二十九屆虎山國際影展Beef的2024亞洲內容 同期全球OTT大獎並獲頒Lyzen Startup年度新勝一獎 教他喜出望外 這次AK打天下二中飾演的關字號 各族最佳男新人一獎 同場競逐的還有泰劇就中人Matterin O'Basham' 狀況永遠日劇I Love You 韓星蔡忠協 韓劇殺人者的難堪金耀漢陪著線載跑邊右洋 及台劇誰是被害者二曾敬華 在宣佈最佳男新人得主之前 AK憑打天下二中的傑出表現 獲得Rising Startup的第二年度新勝一獎 過去韓劇我的ID是江南美人的金銀河 Seventeen 成員文俊輝 以及香港的寧文龍都曾獲得此獎 在台上領獎的時候 AK分享感言道 多謝ACA 我完全沒想過會得獎 非常感謝韓國 十年前我曾經在韓國做練習生 project 完成了我就返香港 在香港出道 十年後我在這裡得到這個獎項 實在很興奮 首先我要多謝我公司MakerView 和我的經理人團隊 另外還有我的家人和Fans 多謝 至於最佳男新人一獎 則由蔡忠協及今要看奪得 雖然失落最佳男新人一獎 但AK未有失望 反而獲班年度新勝是此料不及 AK事後分享道 因為我沒想過會得獎 所以是完全沒壓力地過去苦山 好多謝 完全沒想過 那一刻我還在做夢 完全不知道 但我真是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我不是提名這個獎 所以完全狀況外 但一見到自己有份提名 先是呆一呆 再知道自己得獎更加呆 得獎完全是起出望外 上台的時候 我還想 我等一下要說些什麼呢 英文 中文 還是怎樣呢 那腦一片空白 由MIRROR成員 J. 柳英亭 Jeremy 李俊傑 Stanley 邱士俊 聯同COLOR成員 新年李森 邱彥彤 及Winker陳明嘉出演的 Matchical Life 2024演唱會 昨天六天來到第二場 六人繼續勁歌熱舞 熱爆全場 演唱碗 以阿菲靜轉經典畫面揭開序幕 六人扮演良招偉 在戲中梳頭一幕 Stanley再爆肌現身 隨即引起全場起空 之後 六人分別演出多個個人及合體舞台 如Marv的《Silentio》 SHH Jeremy的《Taxic》 王嘉爾的《Blow》等等 繼第一場有MIRROR成員 Anson Lo擔任嘉賓後 今場也有Edan做嘉賓 他先和六人合唱MIRROR團歌 Ignite拿著全場 在chic-chat環節 Edan為六人帶來不同的心思 首先為之前挑戰深卓球後找數 用500元紙幣蝕出心形 之後到Jeremy和Winker Edan就要求和他們合照 並為他們被全黑面平反 接著去到Marv的時候 Edan就表示想不到 給了Marv Solo宣傳新歌的時間 至於去到Stanley Edan就指原先排時 是重演演唱會中 Stanley舉起深一幕 不過因為Stanley不小心扭親腰 就改由Edan舉起Stanley 兩人還差點跌倒 最後到Jerb Edan就搞笑和他重演 Troublemaker的雙人舞 Edan還差點要讓Jerb租他 引起全場爆笑 之後Edan在Solo跳唱 《月光》就名叫《Moonlight Sanity Minor》 去到演唱會尾聲 六人也都分享感受 Jeremy就透露起初有擔心 不過經過第一場表演後 就很享受 也都很不捨得 Jerb搞笑問Jerb其實是否擔心他的舞技 至於Stanley就表示 之前多謝過太多次MIRROR 今次反而想多謝COLOR 因為我們MIRROR的關係 他們COLOR難行了 但是多難都好 他們都繼續努力向前走 我在排舞的過程 見到他們這麼努力 我每一次都要提醒自己 要再唱好些 心也都透露Stanley每次排練前 都會做完GYM 非常努力 Stanley搞笑回應 這些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Jerb也力讚Stanley努力 今次演唱會 也都承受很多壓力 全場隨即為他送上掌聲 及歡呼聲 而Stanley也都感動落淚 他們在最後也都演唱COLOR的 Chosen Family Jerb也表示 有看到網上有人問 為什麼第一場唱We Are One不唱其他 他就指其實兩團的歌 他們都會唱 MIRROR和COLOR 是坐在同一條船 演唱過程中 MIRROR和JEREMY 也都一度眼濕濕 聲夢小花佔天吻 Windy正在廣州 星海音樂樂園讀音樂 早前趁假期返港 他表示 已習慣廣州讀書的節奏 但最難捱是星期一 他講笑說 本來星期一就心情會差些 而且是上門課 所以是死亡黑暗星期一 他透露現在住六人宿舍 錯到都擔心大家來自不同地方 性格不同 誰知幾個女仔出奇地融合 他表示六個女仔 就不時在房內尖叫和大笑 屬同一類人 最近我想看返哈利波特電影 之前都看過 由頭到尾再播多次 看到會尖叫 大家都是這樣 所以好搞笑 其中一位同房也是來自香港 其他來自內地的同房 很喜歡吃辣 跟他外還口味相同 由於宿舍地方不算大 要互相遷就 暫時無大問題 不過他透露之後 都會想搬出一常獨居生活 他表示 我都是想享受獨處私人空間多些 現在是體驗宿舍生活 但無想過四年會長住宿舍的 早前Windy的粉絲到廣州為他應援 感覺到粉絲好有心 他也有給同學開心分享 又透露稍後將會推出新歌 今次歌還跟以前有所不同 與亞洲電影大獎學院主辦的 香港電影巡禮2024 馬來西亞站多名香港電影人 遠赴當地介紹港產片 而開幕電影 就是高梓斌導演的作品 臥底的退隱生活 鄭安琪契以主演身份擔任嘉賓 在當地粉絲熱烈捧場下 連走幾日介紹這部 香港還未上映的新作 約庫電影隨隊感受到 當地熱情氣氛之餘 更與鄭安琪率先談談這部 以女性角度出發的作品 戲中有句對白說 女人始終都要結婚生小孩 安安定定過一生 難道想一生人都工作 這也令我感興趣 今時今日還須要這樣嗎? 與先生將繼聰慾有一子一女 身兼媽媽、太太、歌手、演員、 商界女強人等多重身份的K 絕對夠資格探討一下這條問題 臥底的退隱生活 由殺出過黃昏導演高梓斌執導 鄭安琪、鄧月平、唐思榮主演 更是本站香港電影《巡禮的開幕電影》 鄭安琪、K在戲中飾演臥底杜娟英 年輕時擁破販毒集團後 放棄大好前程與鄧月平飾演的女兒珠寶引居石奧 二十年後抱打不平的女兒珠寶因爲護正義 被一宗毒品案牽連而身陷險境 杜娟英只好重出江湖 為家庭力玩狂難 往常都是來馬來西亞宣傳新歌 新疊的K就表示 今次的身份卻有所不同 今次以演員的身份過來很特別 平常都是代表自己的歌、唱片 但比起電影的區模差很遠 帶著自己有份做的電影來宣傳 感覺很不一樣、很有趣 也有種使命感 因爲這部戲不止我一個人 要盡力宣傳好這部電影 讓更多人入場觀看 最終他都不負所 跟當地觀眾有深入而有趣的交流 電影一開始 就見到身為警方臥底的鄭安琪 潛壯於販毒集團之中 雖然氣正經、對白正經 但一個爆炸頭髮型 卻令人忍進不感 K,高子濱導演之前的作品 殺出個黃昏很屈、很幽默 今次又很對數 一個很怪的臥底 臥底到你如指張揚 每場戲我都是認真做的 但就是這份認真 令到他特別搞笑 用這樣的髮型去做毒品買賣 想起都搞笑 挑戰造型還未算難 今次他還要演一位上年紀的女士 角色的年齡是50多60歲 對我而言也是一個挑戰 因為要演一個比自己年紀大十多年的人 是有難度 不單是年紀也有經歷 他背負著很多秘密與相同 跟我本人很不同 我是喜歡搞笑、歡樂 後來看電影都覺得OK 整部戲我都甚少會笑 加上去演二十多歲的女兒之媽媽 這種挑戰很吸引到我去演 謝安琪不論形象與生活都文青感悶悶 但今次卻是演個舞打高手 動作連場連他自己都嚇到 我本身零舞打根底更可以說是扶分 最困擾我的是動作長口 我跟導演談談時 他越放心吧 我們會像九二黑玫瑰對黑玫瑰地處理 應該只是擺擺Post吧 後來到開拍前練功 母子月我全部試真打 他坦然最開始拍攝時緊張到胃痛 幸好透過導演 母術指導的協助 與自己勤加練習 集多人之力下終於過關 我抵的退隱生活是香港小友地 以女性角度出發的作品 當中信息更深深吸引了K 戲中有句對白說 女人始終都要結婚生小孩 安安定定過一生 難道想一生人都工作 這也令我感興趣 今時今日還須要這樣嗎? 而他正是身兼媽媽、太太、歌手、演員 商界女強人多職的活生生黎靖 他更分享到一件與兒子的有趣往事 那時候我正在拍劇 學校打電話來 原來是我兒子打波時被人撞到眼睛 由於他哭得很厲害 也表示看不到東西 我想他都遺傳了少少演技 將一些事情放大了 所以當下我都感到很嚴重 那時迫不得以下 他只好向劇組請幾個小時間 去了解兒子情況 去到問醫生 其實他連瘀傷都沒有 我就問他為何看不到東西呢? 他悅 我剛才在哭嘛 眼情借讓米喜就看不到咯 讓他好戲又好笑 但回想起來 K還是肯感恩有這些經歷 總有手忙腳亂的時候 但人生不會長期休的媽 我不會因此覺得做媽媽真大壓力 反而訓練到我例如EQ 應變能力 最後好奇問到 戲名《我底的退隱生活》 是否與十多年前他的歌曲作品 《神奇女俠的退休生活》有關 K立即鏡庫 你怎麽知道? 原來戲名由監製五見紅所改 正正啟發至《神奇女俠的退休生活》 十多年後 終於拍成了《我底的退隱生活》 歌詞都與電影有幾分相似 實在有夠奇妙 MIRROR成員J.劉英廷 Jeremy.李俊傑 Stanley.邱士進 聯同COLOR成員 心靈李深 Math.邱彥彤 及Winker.陳寧嘉 星期六晚10月5日 一起出演 《Magical Life》2024演唱會頭場 六人勁歌熱舞 熱爆全場 演唱會以阿菲正傳經典畫面揭開序幕 六人扮演良招偉 在戲中梳頭一幕 各自照鏡並住好肚子 第一位出場的Stanley更加是半裸上身 福克今年1月 EUROR演唱會 大表波造型 他出場時 立即引起觀眾起空歡呼 六人身穿黑白色西裝禮服 表現出高貴氣質 並且分成三拍IR以經典名曲 K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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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跳拉丁舞 三位男生似乎都有操過 連平時不喜歡做Gym的Jeremy 跳舞期間輕鬆抱起Math 而舞王Jer更加將Winker倒轉 緊接還有Stanley雙手舉起心 兼行前幾步 相信六位都花了很多心機排練這拍舞 精彩舞步過後 六人唱出 A Joker and the Queen 並再跳唱 Silentio SHH Toxic 兩首快歌 炒熱現場氣氛 之後緊接由 Jeremy和Marth 跳唱韓文歌曲Bing Pong 二人唱出韓文完全無難度 配合強勁舞步精彩演出 觀眾看得興奮 經過一輪快歌後 演唱會進入舒晴晚歌部分 其中EUR和Winker 唱出一首造成 兩位美聲對唱 極具感染力 之後到心抱著結他出場 邊彈奏邊和Jer合唱 Moon River 二人和音在場內回 觀眾聽得享受 其後心在Solo唱出新歌 讓私益症發作 唱得好有感情 Stanley和Jeremy 巨龍與豬仔組合再次登場 今次他們跳唱D.P.R.E. & So Beautiful 蘇姬並不是Stanley專利 今次Jeremy都有露出手臂 以投機看落都很結實 之後Jer加入 一齊跳唱王嘉義首快歌Blo 三人勁歌熱舞,精彩演出 五位 三人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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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位 三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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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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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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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